收到圣诞节礼物 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平凡不过的事 但是对更生人的家庭是小孩而言 却是不敢奢求的梦想 基督教更生团契 特别为更生人家庭的孩子实现愿望 送出了超过五万六千份礼物 让爱温暖每一个孩子的心 这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来自全台歌廷 今天起聚在天使书活动 领取一份爱的礼物 基督教更生团契发起 千使术活动近十八年 送出超过五万份礼物 目的就是要达成更生人家中未成年儿童 实现他们的圣诞愿望 帮助监狱里面的同学 可以知道他的家人还要他们 让他们送礼物到家庭里面去 帮助这些受刑人的家庭 他们看见有人爱 然后可以走出来 研究这个犯罪学知道 如果这小朋友 你没有传分给他们 没有人关心 他们将来就坐牢的比例 跟他们其他的同学相比 会超过二十倍以上 透过天使术的活动 可以修复亲子关系 预防青少年犯罪 安稳家庭与社会 圣诞节不只是拿到一份圣诞节礼物 更是发现人的需要 用实际的行动陪伴关心他们 让这些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姚婷婷 杨亚军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